來,大家要哭 今天來的是摩里沙卡溫泉 首先是過我到摩里沙卡 再開車到紅點這邊 起速點在這邊會比較快一些喔 然後就從右前方這邊下去 一路就沿著小路往前走就對了 一路下到西邊之後就直接從這邊過河吧 去摩里沙卡溫泉才要過三次河就到了 這邊就是第一次 到了岸上那我們就結完曲直吧 這樣可以少一些路 一路上都會有吉普車壓過的痕跡 所以應該是不太會迷路啦 馬上很快就會走到第二個過河點了 我把那隻超級有程 所以我也要過河點了 然後我在這邊幾顆 然後就真相近 河點火 然後就把大便 blev熱熱過的 在這裡 然後就沿著翅邊走 好好好 這邊往前走大約7分鐘吧 如果你看到這個長長的橋墩的話 那就代表你快到囉 因為它的右邊就是摩里莎卡溫泉了 而這邊就是第三個過河點了 很快就到了吧 墳墓這邊就是從上面淫水下來的 不過我們還是到上面的洞穴溫泉吧 因為洞穴溫泉還是比較像野系溫泉啊 而洞穴溫泉就是要從下面拉繩上去 其實還蠻有趣的喔 河裡莎卡溫泉其實還蠻大的 泡絲幾個人應該都可以在上面 然後如果覺得裡面比較悶的話 或是風景比較不好的話 可以到外面這池跑 雖然這池比較沒那麼大 不過風景好很多 青山綠水再加上微微細雨 活生生的衣服沙水畫就在我們眼前了 這邊其實還蠻適合野營的 不過記得垃圾要帶走喔 摩里莎卡溫泉真的是還蠻特別的溫泉 因為它是在山洞裡面 是施工而挖出來的溫泉 也算是一個美麗的錯誤吧 其實洞穴裡的那池溫度比較偏高一些 所以怕熱的話 可以到下面的帆布那池 或是到洞穴外面的那一池 雖然這邊不能到 但還是在經營出發之前 先看一下天氣預報 如果會下雨的話 就要增長前往了 我的媽媽 首先我要搶小楓 vordan穿回來的時候 14.50點 你還閉嘴 前ม gutes 就是 成衛吧 我要玩